大家好,在踏入农年之前 国际乐坛传来一枚震撼弹 日本传奇指挥家小泽精益离我们而去 在年88岁 为头发蓬松 演出时出名不用指挥棒 背谱演出的音乐家 其实在1935年当时还是叫做满洲国的奉天出世 也就是现在中国的东北沈阳出世 他后来回到日本学习钢琴 不过就是因为玩篮球的时候 不小心弄断了自己的手指 转移学习指挥 跟随当时的名师齋藤壽雄 1959年小泽精益远赴法国 参加贝桑松指挥大赛 这是叶奉斯后来参加的指挥比赛 小泽精益当时赢了冠军 令他可以到美国Tanglewood学习 他又在那里得到Kosavitsky Award 令到他得到scholarship 可以跟随卡拉营学习 不久之后他又被Bernstein上纵 去了纽约外岳成为他的助理 也是因此令到小泽精益成为了 在这个世上唯一一位 可以跟随这两个传奇指挥家 学习的指挥了 小泽精益最大的音乐成就 一定是1973年开始 成为了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的音乐总监 一组就做了29年了 成为了这个乐团史迅 任其最长的一位音乐总监 小泽精益也在这个时期 慢慢建立了自己的声望 成为了一线指挥家 要知道当时的音乐世界 依然是西方人为主 他作为一位东方人 得到西方的音乐界认可 非常不简单的成就 小泽精益也在2002年 成为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 他也成为了第一位日本指挥家 可以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家 除了在国际乐团上活着之外 小泽精益在日本国内也非常活跃 其中最大的一个成就 一定是1984年 他为了纪念自己的殷师 齋藤秀雄 召集了一群殷师的爱徒 出色的音乐家 组成了一个乐团 叫做齋藤纪念 广念乐团 这个乐团演出之后非常成功 后来小泽他也将它恒常化 成立了我们现在的小泽精益 重本音乐节 小泽精益最后一次公开演出 亦是与乐团一起完成的 2022年 他与乐团一起演出贝多芬的Edmond Overture 这个不是普通的一个演出 而是直播去到太空 被在身处太空船里的 藤田光一收听 指挥完之后 小泽精益自己本人都非常感动 落泪 他本人最后一次公开的亮相 亦是在2023年的音乐节 当时就是他的好朋友 John Williams来到日本去指挥 在园场的时候 他坐着轮椅 和好朋友握手示意 可惜不久之后 大师就离我们而去 小泽精益和中国都渊源深厚 毕竟他在中国出生 他本人也当自己是一半的中国人 他和中国最重要的一件事件 一定是1979年 当时中美正式建交 他就带领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去到中国的上海北京场演 除了演奏西方的曲目之外 他也是特意地演奏 中国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现在想起 一个日本指挥家 带领美国乐团 在中国的土地上 演出中国音乐 即是今天都觉得是不可思议 可以说是音乐的力量 即是无远忽界 可以打破地域政治的界限 很可惜 这位这么重要的音乐家 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我们都很感谢大师 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美妙的录音